好呢 盧台长 师傅你好 我的业障只是悲 不要太长悲 我是1980年收红的 因为有鱿鱼症 应该怎么办呢 他说什么 鱿鱼症 鱿鱼症 谁有鱿鱼症啊 我有 你呀 你几几年数什么的 1980年收红的 哦 很多时间了 请你救救我 盧台长 他很容易救你的 我已经在救了 谢谢 盧台长 我在帮你抓根的 看看到底毛病在哪里 啊 小丫头 你很麻烦啊 你惹了好多鬼啊 你跟你妈妈 边上是你妈妈吗 你跟你妈妈上坟啊 经常去上坟啊 就是到人家扫墓啊 就是到这种墓地去啊 惹了好多鬼啊 太小的孩子不要带到墓地去啊 不能去的 你妈妈 你妈妈经常带你小时候去扫墓啊 你妈妈经常带你小时候去扫墓啊 或者接触这些东西啊 不可以的啊 而且我还看到 你们家过去请了一个通灵人 就是他的毛病啊 发出来之后请了一个通灵人 给他画过符 通灵人知道吗 巫婆 是呀 是啊是啊 是啊 是啊 鼓掌 听得懂了吗 他跟你家里也惹来了很多麻烦 听得懂吗 你现在要台长救你 开始念经 吃全素 放生 许愿 天天想着观世音菩萨 谁都不要想 放生多少鱼呢 八千条 八千条 晓得吗 小房子呢 小房子七百张 那么这样的佛台呢 家里佛台蛮好的 蛮好的 好 谢谢 等等等等 家里佛台不好 看了又不好 你家里佛台 现在为什么有个猴子经常在啊 猴子啊 猴啊 你们家里有没有图像是猴啊 不知道 挂笠上面有没有猴啊 挂笠啊 哦 挂笠 挂笠 挂笠有啊 甘笠啊 挂笠 近年都猴 猴子是不是啦 是不是很大一个猴啊 家里哪里了 啊 你家里这个猴已经有灵性 跑到佛台上去了 哦 赶快把那个挂笠拿下来 哦哦哦 谢谢 你记住啊 你这个女儿 我看看她什么时候能够好啊 你如果这些讲王子全念掉 好好念经许愿 我给她加快一点 求求菩萨啊 给她加快 所以感觉 跟上 跟上 九月份 九月份就好了 很快 谢谢 谢谢 好吧 没问题 晚上少吃 白天多吃 听得懂吗 这个灵性很喜欢吃 所以一直在她身上吃东西 所以她很喜欢吃东西 哦 你听到我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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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不饱啊 这个灵性 什么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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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猴子啊 哦猴子啊 猴子在她身上 哦 等一下 等等啊 我想问哈陆台长我 今年六十 六十 他想问自己今年六十啊 六六六六啊 六十六啊 六十六 六十六是个官啊 六十六 好了好了 六十六 有 念六十六章 再加上六十六章 前三个月后三个月明白了吗 这是什么 好 你们待会你们帮她解释一下 好吗 这 谢谢 你要记住 你要中风啊 哦 你的腿啊 发凉啊 腿啊 脚发凉啊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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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念多少张小房子 小房子你只要念 一百五十张就够了 哦哦 好吗 嗯嗯 好了好了好了 好了谢谢大家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还有